从政坛转战商场的马来西亚海欧集团执行董事主席陈凯西 1月8号晚上在巴生福建会馆举办80岁寿宴 邀请一众老友社团以及企业领袖赋宴 陈凯西一如既往在寿宴上宣布捐献总额227万令吉给社团 华校以及公益团体 陈凯西夫人陈秀英在致辞时 除了透露先生过去9年来先后捐献了1800万令吉 更让陈凯西的遗嘱提前曝光 从2008年一直到现在 仅仅的89年里面 他总共监处的是1800万 其实刚才监处的220多万 已经超出他拿到的女人 实际上他里面拿到的只有220多万而已 那么结果超恶 当然我就要卸胎衣帮忙胎衣 助胎衣避之力 其他的是由我来付出的 他一路来都是一行一义 为社会正义呢 做一点事情 我们在这边呢 都会 整个家庭都会同意他这样的作画 包括儿女们 在这边呢 还有一个问题呢 过去的抱歉的也跟他登注 到陈凯西的 要不要把他的财产监出来 在这边我要顺便讲一下 其实呢 大家都关心 凯西也做了一个遗嘱 这个遗嘱可以公开的 今天晚上我让大家知道 他是想他百年以后啦 他自己本身并不是很多财产 他只有的在海沃的股票而已 他是从一个无产接近到小康之家 所以他只有紧紧的在海沃的股票 所以他拿到了股票呢 他就准备捐给现在呢 成立了一间叫做信托公司 这个信托公司呢 就是有一个管理层 他的遗嘱里面写到很清楚 而你呢 不能够享受他的股票 跟他的利润 所以啦 他只能够把所有的股票 捐给这个控股公司 信托公司 以后他百年以后 待一待 每一年 他拿到了里面写 同样要捐出来 给社会的团土 需要的团土 面对妻子公开了自己的遗嘱 陈凯西在致辞时 表明他对国家未来的愿景 要将个人名下估计价值 一亿令吉的海欧集团股票 捐给设立的信托基金 以永续资助 对国家和全人类有贡献的各项公益计划 而不会将财产留给两名孩子 在马来西亚还没有这样的一个 叫做遗嘱的一个 一个构造 而能够使到 我所有在公司里头的那个股票 大概是有超过一亿以上 那么这一亿的股票 每一年都可以产生 可能是两百万 可能是四百万 可能是更多 但是呢 这一些所有的数字 都是归给我们的那个基金 去管制 所以呢 也就是说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我所有的这个什么 捐助 他是我的孩子 他不能够得到任何的好处 我也必须要说 他也跟我说 他早就已经知道 我的看法是这个样子 我的眼 所以呢 他早就已经心里有准备 所以呢 他也不要 我可能留下来的那个遗产 因为这个遗产 他不要 他要他自己来奋斗 等到他赚到这钱 他就跟我 这次是第一 我不要跟他 那我对他 我第一 我有一种 签力 我有一点欠你 也有一点内疚 因为我抢夺了他的遗产 不过 既然他有这样的一个勇气 而要自己 独立 来做出他自己的成绩 那我觉得 很好 孩子们 你们就去赏事吧 要做得比爸爸更好 陈凯西除了裸捐资产以外 他立下的另外一个雄心壮志 就是要活到100岁 以见证人类发展和世界变迁 那么 今天晚上 好 今天晚上